哈喽,大家好,今天教大家做一款具好吃的墨西哥辫子面包 表皮酥脆,内力柔软拉丝,真的是太好吃了 喜欢吃的,跟着我一起试做一下吧 厨师机中,加入高筋面粉300克,白糖40克 炼乳13克,先酵母9克,打入一个鸡蛋 160克纯牛奶,启动厨师机 先低速拌匀,再高速打出醋沫的状态 再加入3克盐,25克温时软化好的黄油继续揉面 先低速拌匀,再转高速打出一层薄薄的手套膜即可 放烤箱35度,加上一碗热水,发酵至两倍大 形好的面胚按压排气,把它大小平均18等份 在案板上滚圆,盖上保鲜膜松弛5分钟 取一个松弛好的面剂,给它擀成长方形面片 从侧面给它卷起来 搓成一个两头细中间粗的面团 举三个为一组 像视频中的手法给它交叉对折 给它从一头编成小辫子形状 再给它翻个个儿,继续把另一头给它编好 编好后摆入长方形的传形纸托中 全部做好,摆入烤盘,盖上保鲜膜,发酵至1.5倍大 软和好的黄油40克,糖粉40克 先用硅胶铲给它按压均匀 40克全蛋液分三次加入 每一次都要搅打均匀,再加入40克滴滴面粉 继续给它按压翻拌至无颗粒的面糊状 装到表花袋里备用 形好的面胚上面刷上一层全蛋液 上面撒上麦莓碎,杏仁片 最后挤上一层墨西哥酱 送入提点预热好的烤箱中下层 上下火170度烤25分钟 这样既有颜值又超级好吃的墨西哥小辫子面包就做好了 喜欢学会的小伙伴赶紧动手制作吧 美食每天更新,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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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